神动的美好光景 却没有你的憧憬 姐妹们 因为我昨天去罗森嘛 然后发现就是我们这的罗森出了好多新品 我这个便利店人怎么可能不充对吧 咱们也一个多月没有吃罗森了 所以今天就去浅尝一下吧 一下课就跑到我们学校外面最近的一家罗森 先来看看有啥新品好吧 要是这家店有的没有再去另外一家店 反正我们这里到处都是罗森 现在好像是草莓季 拿了一个这个草莓天使面包 还有一个这个双莓夹心的 然后再去冷藏区看一看有啥新品吧 拿一个草莓馅的冰马鼠 再去买点烤串 好久都没吃烤串 我要一个三口猪肉串 还有一个墨鱼丸 还有一个雪鱼排 还有一个藤椒鸡排 买了好多真的 这次花了我将近七八十块钱吧 这是我第一次在便利店用相机拍视频 看过我以前视频的姐妹们应该知道我以前在便利店都是用手机拍的 然后拍的那画质也很不清楚 因为我想着以后挑战挑战自己嘛 所以现在就开始做一点小的积极的尝试 这个藤椒鸡排它其实是炸的嘛 然后便利店的这种炸的东西就一般它的外皮就没有那么脆 但是我为什么会点这个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虽然它外皮不脆 但是味道是好的 所以我一般点烤串的话也会吃这个藤椒鸡排 大家可以试一下 我今天刘海真的真的飞的 我真的上课时都是用夹子夹住的 嘿嘿 不知道你们没注意到我的樱桃的那个耳环 是不是和我衣服很搭 我本来想着把这个烤串啥的都吃了的 然后又想吃甜品 所以先放一下 先吃个这个双梅蛋糕夹心面包 不知道为啥 今天对焦好像有点没对上 我感觉这个还挺好吃的 它这个就是有那个草莓酱还有蓝莓酱 然后中间呢就是夹着一层蛋糕起 外面就是那种面包起 我觉得这个还挺推荐的 有一点给我室友吃 反正咱们也只是浅尝一下海拔 然后咱们再来吃一个这个草莓天使面包 其实这个我前几天就看见了的 但是呢我为什么一直没有买呢 因为我看它配料表 它是放的那个带克克制巧克力 然后我就不是很想吃了 今天呢我想着反正测评一下新品 我就买了 它长这样 就上面淋了一层那个巧克力 然后上面撒的应该是那种草莓干吧 刚开始咬了一口之后 我真的觉得平平无奇 然后我把它掰了一看 结果发现也没有奶用 我本来都要对这个面包失望了的 然后我又掰了一下 发现里面居然是有奶油的 你们看就是这样的 但是它这个奶油又和那种普通的那种草莓奶油不太一样 反正这个奶油是给这款面包整体上面是加分了的 我感觉这个里面的奶油还挺好吃的 再来吃个这个冰马蜀草莓味的 我对这个冰马蜀还挺期待的 因为我很喜欢吃马蜀的 而且罗森之前出的那个紫米奶油味和椰子味我都觉得挺好吃的 但是我感觉这个草莓味的就一般般嘛 它这个麻蜀体也没有很香 然后里面的草莓奶油也并没有很出色 我觉得它那个奶油里面如果再放一点那种草莓干或者草莓颗粒的话 感觉应该会更好吃一点 但它这个就是普通的草莓奶油 就有点平平无息了 我推荐就是你们如果要吃罗森的冰马蜀的话 我就推荐那个紫米奶油味的 它还有一个巧克力味的 但是我觉得巧克力味那个太厚了 太腻了 我之前吃了一个就都没吃完 就感觉太甜了 太腻了 这三个甜品的话 我就推荐这个双莓夹心的 然后就是这个冰马蜀 最后就是这个白色天使的 草莓天使的 吃完甜品再来吃咱们的烤串 先吃个雪鱼排 雪鱼排也是我每次点这些 就是烤的系列里面 我也是必点的 它这个也是油炸的 也是它的外皮也是软的 但是这个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反正就是雪鱼排和藤椒鸡排 我觉得是可以点点的 然后再来吃个这个 港湿墨鱼丸串 我觉得这个鱼丸也很好吃 这个鱼丸应该是去年新出来的吧 反正我觉得味道不错 这样弄嘴上了 擦个多 然后再来吃个香烤鸡肉串 看过我以前视频的姐妹们 应该知道这位就是老朋友了好吧 反正香烤鸡肉串 雪鱼排 还有墨鱼丸串 还有藤椒鸡排 这四个就是我无限回购的 今天这对焦不知道咋的了 咋就是对焦不上呢 奇了怪了 然后呢 因为我们这个 蜜雪冰城出了那个香芋味的冰淇淋嘛 所以我今天买了一个香芋摇摇奶昔 准备来尝一下 看味道怎么样 这个香芋摇摇奶昔 它里面放的料是那个燕麦的 然后就是冰淇淋嘛 我觉得就还行吧 我还是最喜欢那个南眉摇摇奶昔 我感觉这个香芋的 感觉有点淡了 反正这几款摇摇奶昔里面 我最喜欢的就是南眉的 但是它下架了 好烦哦 我真的好喜欢南眉的 我们这里今天出太阳了 你们看远方的夕阳 我为什么还在外面呢 因为新品还没吃完好吧 所以咱们就又转转到了另外一家螺森 来看看还有什么新品没吃的 买了一个这个 蔓越莓鲍茶软欧包 看这个应该不是那种草莓系的吧 我打算留着当之后的早餐吃 其他的好像也没什么新品 我买了一个这个草莓糯米茨的 冰皮月亮蛋糕 还有一个这个草莓三角 这就是这家店的新品 然后呢 先来吃这个巧克力糯米茨的 这个是我在711买的 这个小姐姐还给了我一个勺子 但是它根本就戳不动 感觉太鸡肋了 这个勺子就不适合吃糯米茨 所以我还是打算直接上手了好吧 这个和草莓有什么关系呢 你们绝对想不到 你们看能看见吗 它上面那一点点红红的 就是夹了一颗草莓 但其实这个草莓也不甜 也不酸 感觉就没什么味道 然后呢 这整个糯米茨味道就很一般说实话 就是草莓味也没什么草莓味吧 然后巧克力味也没什么 它这个上面撒了一层坚果 是那个花生味的 我感觉花生撒在那个糯米茨上面 感觉不太好 我更喜欢其他的那种坚果 像什么八蛋木啊什么的 然后再来吃一个这个草莓三角 其实我是就是对草莓剂 其实就是没怎么感冒的 因为我觉得草莓味的甜品就太基础了 就是你能想象出来它什么味道 就一般很少能让你有经验的感觉 我吃甜品就喜欢吃那种想象不出来是什么味道的甜品 但这个草莓三角说实话还挺好吃的 就它这个里面夹的那个草莓就感觉酸酸甜甜的 比前面那个巧克力糯米茨里面夹的那个草莓好吃多了 然后那个奶油也不腻 反正整体是挺好吃的 然后蛋糕体也是软软的 所以我觉得这款还挺推荐的 然后再吃个这个罗森的脆脆糯米茨的冰皮月亮蛋糕 我感觉罗森的冰皮月亮蛋糕做的一直都可以的 里面是这样的 感觉这两个是不是特别像 只是一个是粉色的 然后一个是黑色的 外表看上去好像那种大的费列炉啊 我感觉这个就是比那个前面那个巧克力糯米茨的好吃多了 就这款整体的草莓味更加浓 然后外面就是上面淋的巧克力就是草莓味那种白巧克力嘛 然后那个坚果也反正不是花生那种很奇怪的味道 然后挺好吃的这个 但我觉得就是没有罗森另外一款 就是巧克力味那个糯米茨蛋糕好吃 我觉得你们可以去试试那款 其实我还看见了那种整颗草莓的冰皮月亮蛋糕 但是那个我记得好像以前就出过 所以这次我就没有买 那么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 大家下期视频见